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接獲民眾報案 稱因遭訛詐作保而承擔債務 並遭暴力討債 清朝後發現被害人之友人因資金不足 故由被害人居中作保 事後衍生還款糾紛 犯嫌遂教唆共犯陸續前往被害人所經營 公司拉白布條抗議拖漆討債 更縮使成員開車衝撞被害人住家鐵門 甚而串聯北部竹聯邦紅人會成員 南下事蹟壓人意圖暴力討債 幸而遠景盤查而作罷 本局接獲報案後 立即指派行大征師隊 結合第一、第四及第六分局 成立專案小組 並報請台南市地檢署指揮偵辦 歷經數月根堅收證 那結合內政部警政署全國掃黑專案發動查契 那專案小組繽紛多路前往台南市安平北區 歸人區以及新北市板橋等地 將主銜暴力討債成員 譯往打盡細骨歸案 同時查扣現金新台幣21萬8千余元 手機兩支等政務 征讯后移送台南地前署侦办 瓦解南北串联暴力讨债之黑道帮派组织 为杜绝暴力讨债及帮派介入 本局将持续实施扫荡黑帮行动 在此警告不法分子切勿以身释法 并呼吁被害人勇于出面指证 以遏止讨债集团持续荼毒社会 衍生更多治安犯罪问题 共同维护社会治安